买玩具了,买玩具了 迪迦奥特曼拿着一个篮子 这好像是新的饮料贩卖机 让我来看一下这里面有什么新的玩具 迪迦奥特曼把硬币投入到贩卖机里 他选择了第三个按钮 哇哦,掉出来了一个红色的奇趣蛋 这里面会有什么惊喜玩具呢? 原来是两个迷你的奥特曼人偶 哇,这两个是哪两个奥特曼呢? 他们还可以插在手指上 就像这样子 看起来是不是很好玩呢? 让我们把它插到迪迦奥特曼的手上 发卖机还掉出来了两个奥特胶囊 这是哪两个奥特曼呢? 他们的身上有圆环 这应该是欧布奥特曼 左边发出的是白光 右边发出的是蓝色的光 让你们知道 这是哪两个奥特曼吗? 迪迦奥特曼买到了好多新的玩具 他好开心啊 贝利亚奥特曼也来到了新的发卖机面前 新的发卖机好像有很多好玩的玩具 让我来看一下会买到什么呢? 贝利亚选择了第二个按钮 发卖机钓出来了一个蓝色的奇奇弹 这里面会有什么惊喜玩具呢? 原来这里面是一辆迷你的小卡车 这是什么卡车呢? 它好像还可以变形呢 让我们一起来把它变形一下 卡车的脚藏在了下面 然后后面烟囱的部分好像可以张开 张开之后 里面好像可以翻转出来 这是卡车的手 卡车的顶盖打开之后 出现了一个机器人的头 这是哪个机器人呢? 你们知道吗? 发卖机还钓出来了一个黑色的怪兽胶囊 这个怪兽胶囊 上面的怪兽和贝利亚长得好像啊 它发出的是紫色的光 那你们知道 这是贝利亚的哪一个形态吗? 贝利亚买到了一辆 可以变成机器人的卡车 还有一个怪兽胶囊 它也开开心心地离开了 小猪佩奇正好在超市买完东西 准备回家 这时候贝利亚跳了出来 我这里有好多好玩的玩具 我们一起玩吧 佩奇想到妈妈说 不要和陌生人一起玩 然后就离开了 佩奇正准备回家呢 这时候贝利亚又跳了出来 佩奇还是没有理贝利亚 她准备离开 可是这一次 贝利亚没有放走小猪佩奇 她把小猪佩奇打飞了 她又来做什么呢 佩奇被打伤了 她一个劲地哭啊哭 听到了救命声 迪迦奥特曼飞了过来 佩奇 发生了什么事情 佩奇说 我准备回家的时候 被一只怪兽攻击了 她还把我的东西全都抢走了 是一只黑色的怪物 黑色的怪物 难道又是贝利亚 放心吧 我会把你的东西抢回来的 贝利亚正在偷吃 抢到的食物 嗯 好美味啊 可恶的贝利亚 又是你抢走了小猪佩奇的东西 你来得太晚了 东西都被我吃完了 什么 你居然把东西都吃完了 可恶 看我来把你打倒 这可怎么办呢 东西都被贝利亚吃完了 迪迦奥特曼 你是打不败我的 我有秘密武器 看我的 这就是我的秘密武器 看我的 召唤凯莎贝利亚 贝利亚又来做什么呢 她把蓝色的小卡车 放到变形弹里面 转化终于完成了 看我的 黑化擎天柱 这不是一辆大卡车吗 哈哈 你想用大卡车对付我吗 这可不是一辆普通的大卡车 看我的 大卡车变形 大卡车变成了擎天柱机器人 原来这就是贝利亚的秘密武器 机器人一拳把迪迦奥特曼打倒了 原来这就是你的秘密武器 我也有秘密武器 看我的 迪迦奥特曼用奥特胶囊 召唤出了两位欧布奥特曼 他们说 让我们来收拾贝利亚 第一位欧布奥特曼 又来对付的是秦天柱机器人 他拿出了他的终极武器 秦天柱机器人被打倒了 第二位奥特曼 又来对付的是贝利亚 终于 贝利亚和黑化的秦天柱 被两位欧布奥特曼 用终极武器打败了 可是小猪佩奇的食物被吃完了 怎么办呢 哎 我有办法了 让我借用奥特之王的力量 把他们恢复吧 看我的 奥特之王 哇哦 太棒了 食物都恢复了 小猪佩奇 你的食物我都帮你抢回来了 贝利亚被我打败了 你以后可以放心 谢谢迪迦奥特曼 这里有个火腿 请你吃吧 迪迦奥特曼吃了小猪佩奇送的火腿 嗯 太好吃了 我也恢复了能量 谢谢你 小猪佩奇 那你也快点回家吧 我要去打怪兽了 小猪佩奇带着食物开开心心的回家了 小猪佩奇